嗨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画一个帅一点的形状来作为入门课程的结尾吧 那我们刚在片头呢有看到一个形状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形状 它呢其实可以看到它背后其实是一个大的这样子的一个曲面 然后呢这曲面上面有分割 分割成很多个 然后这上面一格一格的分割呢 都分别有这一个像键盘形状的一个单元 好那我们现在呢先来画那一个一整个大型 大型的话呢我们在Redo里面画 我们先把GraceHub缩小 缩小 好然后呢我们把它切换成四视窗的模式 大型的话呢我们先在front这边我们来做 然后我们选择这一个interpret point这个来画曲线 大概画就好我们不要画太复杂的形状 不然怕等一下我们做那个几何会跑太久 第一个形状大概长这样第二个的话让它稍微有一点 有点不一样然后稍微有点翘起来 好了之后呢我把这个线呢我把它往往后面大概拖 30个单位就好了这样就画好两条线 然后呢我现在利用这两条线呢把它长成一个面 用Lot这边在这个面底下Lot 好Rhyno的我就不讲太多 好好了之后呢我们把这个面先移到旁边来 移到旁边 这边就好 然后我把原本这个线先删掉 那我们现在呢要来画等一下要放在这个面上面的 一个一个的小单元 那这个小单元的话呢尽量形状先不要画太奇怪 我们先让它有一个明显一点的这个边界 我们选择这个box底下这边 这边有这个已经被砍砍头的这个金字塔 大概长这样 好然后高度高度10单位 然后削的有到这里 好 画好这个被削掉了这个金字塔 然后我现在要让它上面有一点开动 我们在这里面呢我们再画一个正方体 然后等一下用那个布林的方式把它修剪掉 我把它移到我要的位置 好然后用布林 BooleanDifference 选 好你看这样就挖好洞了 好 然后目标的这个单元跟我们整体的这个大型都画好之后呢 我把它移回来一点 我们就可以回到gresshopper里面了 好那我们打开我们的gresshopper 那现在呢我要分别针对这个单元跟这一个目标面 我们把它分别呢丢回gresshopper里面 那我们如果要丢回这个元件呢 它是你看这边是写poly surface的这种类型 多重曲面的 我们可以用这个 Brat 好我们把它脱选下来 然后呢我们按右键选择set1Brat 点一下 好在这个位置哦 好 然后这个的话呢 你看这边是写surface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单纯的曲面 我们就可以直接选择这个surface 种类的这个参数 或容器 好我们按一下右键选择set1Surface 好这样子的话呢就分别丢进来了 那在rhyno里面啊 如果要绘制像刚刚那种形状 就是这个这个面上面有长很多东西的 我们通常就是用这一个嘛 flow alone surface这种这个指令 那在gracehopper里面其实也有类似的 在transephone标签底下这边 这边有一个morph变形 好我们把它点选下来 这边其实就有很多种 我们今天会用到的是这个box morph 我们把它选择下来 它在这个位置 好 那你可以看到它 它其实是做这种 方块上面的这个变形 那它这个box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它这边的这几种参数 第一个的话是geometry 其实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放置下来的这个单元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reference 你看它这边是写reference box 表示的是说我现在这一个 我要放置上来的这个单元 它最大的bonding是多少 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这个物件 它的这个bonding的范围可能就是这样子 就它不会超出这个范围 它最大就是这样子 是这个方块 然后呢target target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曲面嘛 可是你看哦它这边上面也是写target box 它不是写surface 所以呢它其实呢会需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surface 我们要把它上面这边呢分割成 分割成可能是像这样子很多个不同的小方块 好 这个surface上面分割完小方块之后呢 我们再利用这个box morph的指令 把这一个带有单元的这个box 把它放到这个surface的小方块里面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完成这个box morph的指令 好那我先把这个删掉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呢 就是分别针对这个元件跟这个surface 来产生他们的box 好我们先来做这个元件的 这边呢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单元 那我们如果要产生这个单元的 最大范围的这个方块呢 我们要到surface底下这边 我们选择这个primitive 这边有一个boundingbox 在这个位置 好 它其实就是针对你这个物件 它最大的这个范围可以产生多大的一个方块 就像我刚刚画的那个样子 好我们直接把这个bread 那我们把它送进boundingbox的这个内容里面 好你看它就已经长出来这个这个方块 有没有 那它下面这个plan呢预设通常都是xy坐标 xyward top的这个坐标 我们就不用去做更动 好了之后呢我们要针对这个面 上面来长box 那我们如果要长面的box我们可以到transform底下这边 morph标签底下这边就有一个surfacebox 好我们把它点选下来在这个位置 好那你可以看到它前面这边要三个参数 第一个surface其实就是这个嘛 第二个的话是domain 第三个的话是height domain的话呢它其实就代表的是说我现在这个surface 它上面的这个分割是怎么样子的 因为这个曲面啊它其实会牵涉到uv方向的这个分割 那详细的这个关于surface的案例或介绍会在初级或者是中级的课程 我会再做多一点的解释 那我们今天先照着做就是有一个感觉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如果要产生这个面的这个分割的话呢 它会需要一个domain 那domain的话它是跟数学有关的 我们就到这边数学底下这边 这边就有一个domain的小标签有没有 我们把它往下点 最后一个这个domain 我们把它选举出来 这里 好调整一下位置哦 那我们这边呢它第一个就是domain嘛 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surface 直接送进它这个domain的这个 输入端的参数里面哦 因为其实一个面它在形成的时候里面就包含了一些uv方向的这个数值了 所以它是可以通吃的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送进来 有点不懂的话还没关系就之后练习会慢慢有更深刻的了解 好我们在domain这边停留一下 你看它这边就多了 所以它是0到31.400 v的话呢是0到44.13 好那其实就表示说呢 我这个面它在u方向跟v方向它分别的这个数值是多少 所以呢它下面这边的u count跟v count 其实就表示说我在u方向呢我要分割成几个 在v方向呢要分割成几个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直接把我们要分割的量直接打上去就好了 那它现在是10跟10 其实有点多 我怕等一下电脑会很卡 所以呢我们就先给个3跟5就好 然后分别把它送进u跟v 好了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后面其实就产生了很多个小的uv有没有 其实你的这个面就已经被切成一块一块小的了 那怎么看呢 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surface box来看 我们把这个surface送进surface box的这个surface里面 好你看它还是橘色的哦 表示说还有资料是缺失的 那这时候我们只要把我们这个分割完这个uv呢 把它送进domain里面 你就会发现这边的这个方块就长出来了 你可以调整一下 你看它就会有分割不一样的分割有没有 5 就会变多 好那我们不要调太多 然后高度的话呢 其实就是它现在这一个box的这个高度 它现在是一单位 我们把它改成5 让它稍微高一点 等一下长出来才不会太扁 好 那有同学的这个是长在下面的吗 你看我现在是长在这个面上 好 长在下面的话不用紧张 因为这个面啊 它其实是带有方向性的 它可能跟你刚刚在画这个surface的这个顺序 就是你形成这个surface这个线的顺序是会有一些关系 那如果我们要把它翻转的话呢 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面 然后我们在redon里面打flip 就是翻转嘛 按一下空白键 你看它就转到另外一个方向了 所以呢如果是在下面的同学就用这个指令把它转回去 转到上面来 好 好 那我现在来长好box了 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直接进行操作咯 我们回到这边选择这个box mode 我们分别把这几个参数都送进去吧 我们的这个单元就是我们要的这个目标的这个geometry把它送进来 那reference就是我们这个单元它最大的这个bunding是多少 我们把这边选的这个box呢送进reference里面 然后target的话就是我们刚刚制作完了这个上面 surface上面的这些所有小的这个box送进来 好 你看 就长好了 还不错吧 好 那我可以把这边针对一些来做视线上面的隐藏 这个把它关起来 好 这个面也关起来 那原本的这个面呢 我可以在rhyno里面把它隐藏起来 记得不要删掉 你如果删掉的话你这边的资讯就没了 除非你刚刚有按右键选着这个内部画 好 我现在先在rhyno里面把它隐藏起来而已 这样其实就好了 可以调整一下 不要动太多如果你电脑比较旧的话 然后这个高度也可以调我现在是5单位嘛 如果把它调rhy点它其实就会跟着变形 所以呢它这个box morph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这一个一个方块 它其实是根据你这个方块要怎么样子缩放成这边这个方块 去进行变形的 所以你这个方块的这边目标方块的这个形状 其实就会牵涉到说你最后会怎么样子去针对这个元件去做变形 所以这个逻辑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那这个的话是今天的案例 好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今天呢交了这个bonding box 就是这种元件它最大这个边界范围的方块的这个电池 然后也有交说这个box morph 它是利用这种元件的这个最大的边界呢 跟我们这个曲面它生成的这个方块呢 两个方块去进行比对 去进行的一个物件变形 然后最终形成我们要的这种结果 然后也有说到说像我们在box morph里面 它的这个target 它这个的话就是利用surface上面的分割 然后去形成这一种一个一个的方块 那还有交这个divide domain 这个是surface分割上面针对这种UV值的设定 那关于其他更多surface UV这种设定 或者是surface UV是什么的话呢 会在初级的课程里面会有比较多的解释 好那这是今天的案例 喜欢的话帮我按赞订阅或分享哦